在中非经济合作论坛上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出了要与美国分手的言论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他们需要一个解释 在论坛上发言时杜特尔特不看讲稿即兴而谈 在谈到非美关系的时候杜特尔特说要和美国分道扬镳 在这场场场上,在这场场场上,在这场场场上 我发表达我的分手从美国分手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 要求非方给出具体的解释 据科比透露,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萨尔 将借本周末访问马尼拉的机会 要求非方给个清楚的说法和交代 对于拉萨尔此行,科比强调 这是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 科比还强调,美非军事关系依旧紧密 美国也信守相关缔约承诺 美非关系依旧坚固 至于级别奔约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